大家好,大家春节快乐 今天我想分享的内容是美国心理治疗师、人生教练 以及作家Lise Lablock 关于7种方法鉴别用性诱惑的自恋性越格障碍类型 我觉得它讲的特别到位 所以我就翻译并结合我的了解的事例给大家 那么在正式进入主题前 我的自恋关系幸存者疗愈课也同步上线到B站了 欢迎大家去购买 也有试听课帮助大家疗愈自己 提升大家的认知 告别、情绪困扰 找回真实的自己 当然我个人网页上依然有此聊一刻 还在公信中 在春节期间继续放出折扣给大家 点击链接就可以看到啦 那好,首先什么是以性诱惑的自恋性人格障碍呢 英文叫Sexual Narcist 性诱惑型NPD 就是一个人主要在或者专门在性识上体现出NPD的特征 那这意味着呢他们在性关系或性识上体现出很明显的自恋性人格障碍的特征 即在性识技巧上他们的性能力是有特权傲慢自大的 处于更有优势的而更强大 他们在性识上呢 由超越常人所需的被夸赞的需求 同时对待他们的性伴侣缺乏大量同理心 他们也会想去开拓拓展自己性伴侣的性能力 一般在进行这样的行为前呢 你们之间会有一个安全口号 我估计国内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需要 你们提前设定安全口号哦 甚至如果只是约PAR的话 是需要提前订一个合同的 有点像电影《武士对灰》那样 这是欧美国家两个人如果要做这样的事情时 会要求双方提前做好类似的沟通和协议 以防出现不堪后果的事件发生 结果当时你喊了安全口号 他们却没有停下 让你临近死亡 事后你去和他严肃沟通这个事情 对方却说你说的是我们之前商量好的安全口号吗 我听的是另一个呀 或者说你说的不是我们的安全口号啊 你记错了吧 这个就是对伴侣缺乏同理心 没起灯操控你 只顾着自己一个人爽 不管你死活 那性诱惑型NPD呢 全神贯注于自己是否有性吸引力 性能力是否比别人好 是否可以诱惑别人对他产生性欲望 同时在性和性事上 对于他们的性伴侣 有着不切实际的期待和想法 比如他们会幻想 你这个性伴侣 穿的那种成人片的性感内衣 去跳脱衣舞给他 还有的会希望和你在户外打野战 那这些都算啊 因为那个时候他根本不了解你嘛 只是觉得你的外貌和身材是他很喜欢的 所以这里面又有一个投射啊 就是他希望能够诱惑你去缠他身子对吧 其实他在缠你 你是否缠他不一定 但是他一定是在缠你 然后想尽办法去诱惑你也去缠他 好继续啊 性诱惑型的NPD会暴露出自己的自恋特征 主要在与你的信息沟通上 比如发信息和你聊骚 啊讲缓段子 和你见面聊天也在说缓段子等等 有这种行为的人不一定都是NPD 但是有研究显示性诱惑型自恋者和NPD本身有着强烈的相关性 好其次第二点 了解性诱惑型NPD的特征非常重要 性诱惑型NPD会倾向于在性事上具有侵略性和失受性 但又能巧妙的用各种方式避开你对他们的控诉 就比如上面那个掐脖子的例子 人家说你说的安全口号没听见 废话 你掐脖子的时候谁能说话很大声啊 另外就是他们会在刚二二十 你不久就开始在性方面试探你 好 现在就是最主要的部分 一种方法教你鉴别性诱惑型NPD 第一 他们可能在性上表现出极度的自信 却又对于自己任何性上的表现力啊 和性吸引上呢极度敏感 尤其是当你给予他们真实的反馈 或者一些他们认为的批评时 比如当你与他们发生性事前提前沟通好 要对你温柔 要尊重你的一些性上的身体边界 例如你自己接受不了什么样的方式 好一点的情况呢 就是他们会完全忽略你的这些要求 而不好的情况就是如果你非常坚持维护自己的身体边界 会导致他们自恋受损 那么他们大有可能会自恋暴怒 同时在性上释放攻击性 甚至对你实施性保力 女性在与异性发生关系前呢 通常需要更多的前夕才可以被唤起 每个人喜欢的唤起方式也不同 可能刚开始她会尊重你 但是之后她根本不会再管你是否被唤起 而是直接上 比如他们喝醉酒回家后呢 你已经睡着了 她这个时候把你弄醒 直接霸王鹰上钩 也不管你是否愿意 那等他们发生完呢 你很伤心难过 她侵犯了你的身体边界 没有尊重你们之前说好的方式 她不仅不会道歉 还会和你吵架把你弄哭 自恋暴怒 最后再强迫你和她发生性关系等等 具体的隐蔽的性攻击行为 请看这个视频 那我把链接放在下方 他们对于自己的性能力 有着过分高估的认知 同时又需要对方不断的称赞自己 他们整个的人生都围绕着 如何能获得更多性资源 被称赞自己的性能力 强而转 比如我就曾经听我闺蜜说 他们有位男性客人去中古店的时候 总是在和其他老板吹牛 他自己的性器官有多大 可以同时满足多少个女人 是不是真的可以满足别人 不一定 但是他会说他可以满足 他们在和你发生关系时 也会不断的怂恿你 甚至要求你去夸赞他 他们有些人甚至会命令你 去表扬他们 或者强迫你表达你强烈的性满足 哪怕你压根就不享受 甚至对于他的那些性趣味 也感到非常不适 性诱惑性NPT总认为自己的性能力 是图一无二 写无人能击的程度 而研究者也证明 这代人认为自己是绝佳的情人 或者爱人 他们只在性上展示出极度的自信 和优越感 去补偿他们内在 实际对于性事上的不自信 和缺乏安全感 第二他们在性上有着居高临下的权威感 而且他们会在性上去开拓伴侣的性能力 在研究里显示性侵犯和性暴力行为 是性诱惑性NPT的预测指标 这类人不仅期待自己要和你发生性关系时 你必须立即马上给 不给不行 不管你此时是否愿意 或者准备好了 也不管你想怎样接受这种性行为 在哪里你觉得可以发生性行为 这样我突然想起了 范冰冰以前主演的一个片子里面的马震 那个就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皇上骑马来兴致了 也不管是否旁边有人 是否在马上安全 我需要你就要配合我 是不是一个道理 而且他们在和你发生关系时 根本不会管你是否觉得舒服 是否满足了你的需求 你不可以拒绝他们 如果你拒绝了 他们可能会直接以侵略 威胁其他攻击你的策略去惩罚你 或者强迫施压给你 让你必须和他们发生性关系 还必须要配合他们的性欲望 这又是没把你当人看 我们又不是常人娃娃 而且我真的有不止一个个案和我说过 他们被对方性侵犯 把他们吓到了 而且之后很难走出阴影 因为这段经历对他们来讲 实在是太痛苦了 有一些性诱惑型NPD 会给你发恐吓威胁的照片 恐吓威胁的邮件 说要把你的赤裸照片 或者视频公开出去 逼你去满足他们的要求 他们通常会利用你的恐惧 自责内疚 和你必须依赖他们 作为他们的伴侣 你必须应尽你的义务等等 来操控你 与他们进行你并不想要的性行为 他们不会只满足于普通的性知识 他们可能会要求你 穿着超级高的高跟鞋 套套床上 任由你踩他的关键部位 去获得快感 又或者把你五花大宝 像只螃蟹等等 还可能让你角色扮演之类的 第三 他们在私生活上非常的混乱 且有很高的几率 会出轨背叛自己的伴侣 他们给人也非常有磁性 又流于表面的个人魅力 且特别善于捕获性资源 他们善于用情感操控的手段 来引诱你 并和你快速发生性关系 有研究显示 当一个人在性诱惑 NPD上得分居高时 增加了他们背叛伴侣的几率 同时当他们出轨时 并不感觉到任何的愧疚和反悔 事实上 这类人反而会指责他们的伴侣 造成他们出轨的行为 例如他们会指责自己的伴侣 没有满足他们在性上的不实际的需求 通常包括且不限于 比较令人感到变态 或者令人困扰的 又或是极端的性行为 比如他们会指责你不愿意和他在 有其他人在另一个房间时去隔壁做爱 而他想感受这种偷情的快感 但是你拒绝 又或者指责你 不愿意和另一个女人一起和他共育 并为他带来快感 服侍他 所以他出轨 大部分性诱惑型NPD呢 会经历在性事上很快变得无聊 需要那些影视剧啊 或者小说里令人兴奋的drama情节 或者夸张的性行为体验 来短暂的满足自己强迫性的性幻想 和强烈的性欲望 由于他们对于性事上需要外界认可夸赞 导致他们需要不断有新的伴侣 来让他们保持新鲜感 同时也是把别人诱惑到床上为游戏 不管他们当下是否已然在一段亲密关系中 他们在性关系中获得供给 当你拒绝满足他们的性需求时呢 他们想当然的认为 他们理应去其他人那里 获得他们需要的性满足